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要来访问的这位 是坚持的升级 她自己的人生的故事 非常的曲折 相信中国老朋友 其实也知道了 就是这个蔬菜美人 林心迪 林心迪你好 好 淡如好 还有我们 我们公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我们在场 也有一位老朋友 他就是 也是这个 这个场景有机蔬菜的推广大使 顾杰 哈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现在有直播 我直接就把 因为他们两个人很美 我就直接把镜头 就对准他们就可以了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 今天要来讲这个场景有机 你有没有听到 各位我们今天是 这个场景有机制度 所以我讲一下 那个产品 但前面不要 为了尊重这个 我们的主管单位 对对对对 前面不要讲场牌 好 你们那个某一家的那种拿铁 非常好喝 对 你知道我其实是很挑剔的 真的吗 我拒绝 我有英国咖啡师执照 我自己有在烘咖啡 我拒绝 拒绝别人就是说 把咖啡加上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怪味道 我会受不了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听我们说过很多遍 说你们的 你们那个玄米 咖啡 非常好喝 对对 里面到底有没有咖啡啊 当然有咖啡啊 难怪 不然怎么会有咖啡 你知道吗 因为一般我都是用一式咖啡 那个机器我所有 我真的都会听 用一式咖啡 然后还要调奶 可是我老实跟你讲 我个人很不喜欢 不管是什么机器调出的卡布奇诺 我觉得调出来好喝有限 但是你们很厉害 因为我不知道 老实说我没有去仔细看什么 但是你们的那个拿铁咖啡 竟然可以做到 就是味道都有一般这个市售最好的卡布奇诺的味道 但是又加上了健康的东西 对 否则通常加了一堆乱七八糟的 我都会 我都会觉得说你不要给我加摩擦 不要给我加什么 可是你们可以加到这个 就是它又健康 然后又是拿铁 对 这挺厉害的 是 那又没有那一个 我们又没有化学物质 有时候香 咖啡就是不是咖啡嘛 都是用那一个 都是绿豆粉料 对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说 当然其实就跟咖啡的好坏有关系 然后你又放了这个 日本的 椰子还有棕榈啊 对 棕榈有 日本的这个 日本的那个拿的咖啡也是 它的那个严格度很严格 我们不是在这个介绍产品 但是我只是想问 因为你 以前 就是几年前我访问你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产品吗 我只是想问你后来是怎么做研发的 因为我说真的 早年你开始做的时候 我就开始喝你的东西 当时是为了健康 有的不好喝没关系 对 对不对 我说实在话 我讲话很成本嘛 对 可是后来 我就觉得说 林心底了不起哦 他有做变化 而且 他的东西竟然 就说又是好喝的 你知道吗 对 对 你这个是怎么做研发的 我们有请我们的那一个 日本的那一个工程师 有没有 然后他会把营养的元素啊 放在里面 然后像一般啊 喝咖啡的人啊 会拉肚子 那他又会伤胃有没有 他怕又有咖啡因 如果他是中烘焙 我认为他上位可能性很大 对 那里面他含有那个Q10的话呢 他又还可以 对心脏有帮助的 也就是你们 可以把就是 其实做东西 完全是好喝的哦 然后里面呢 还可以加上什么玄米啊 还加上 比如说你会把糖置换为这个 那个我们的椰子 对椰糖 椰糖 连那个糖尿病的都可以喝 是 是我们有考虑到 有一些糖尿病者 也不能喝这种糖的 对 因为你心底很热心啊 每次中廣的活动 他有赞助的事 都会特别 你刚才有听过啊 特别讲你们的卡布奇 哦真的哦 制作的相当相当好的 对 那我手上这个 这个赠品就是 直接要送那个大家 那我今天的第一个题目 非常简单 等一下广告时间 再请林欣迪董事长 从这个吴戴武的FB选出来 好 就这样 完全不含糊 这么大包 对不对 然后再送一个这好了 反正都不是我的 哈哈哈哈 那个是蔬菜汤哦 等一下请顾姐帮忙选 我知道 但是你们的 但这个也越来越好喝 你知道早期的我也喝过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第二代了 那个淡如 以前呢就是太空舱极速冷冻干燥 对不对 对对 那现在不是哦 现在呢就是太空舱极速冷冻结精华 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就是想 我其实对食品很有兴趣 就是说你一再 其实本来你卖的很好 可是你一再研发 就是从干燥到精华 我们所摄取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以前是干燥化 对不对 然后他第一道第二道 第一道的时候就是会结冰 就是结冻 把所有的营养素赶快把它结冻 结冻以后呢 因为里面还有一块一块的蔬菜 对不对 就不会去流失掉 对不对 那不会流失掉呢 他就是你在那个啊 我们的太空舱极速冷冻 在抽真空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的分子 有些分子会附入在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太空舱里面 那因为呢 他就把他所有的小分子 所有的分子把它抓下来 都没有去浪费掉 所以以前就是一袋一袋嘛 对不对 对 有点像茶包啦 把干燥东西在你 你也吃很久了 那是八星八钻的切割簧 跟钻石一样的 虽然是粉末但是也还是那个原来的蔬菜粉末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什么破壁技术 然后在结晶 那你出来的时候它是有亮晶晶的 真的是结晶的 那个技术完全就不一样 那我们来讲 我们先来讲这个顾姐跟林辛迪的结缘 好不好 好 来 我其实已经认识辛迪十几年了 跟我差不多 对 然后他的那个 你比较早 哦真的哈 嗯 他的产品一出来我就有喝了 就以前还要早上起床要煮的 嗯 还有那个 就是我说的那个 对对对对 我有发现他的技术不一样 对对对对 他进步的很让我很shock 那你对他最大的敬佩是什么 就是他 面对人生他不屈不挠 嗯 其实我觉得他创蔬菜之后就变得比较顺了 对不对 呀 那我们刚有聊到事实上 我认为他的脑癌是因为压力 还有小时候被打 包括还有他前夫给他种种的压力 这些都是原因 是 其实林辛迪如果不来出来创业或做蔬菜摊 他就是一个平常的台湾苦命女啊 就是长得还蛮漂亮一个苦命女 对不对 比阿星还可怜 因为我20年前就看过他他就是这个 我跟你讲不修徒也这么美 你知道吗 那那个到底是你的人生我们一集说不完 甘布节已经开了头 就是我们当然啦 我站在科学立场我不能够去相信就是说 食疗可以让脑癌治疗好 可是你那时候当时你在出差的时候 你脑中有幻象 然后也昏倒了 后来被某家医院在台湾判定是脑癌也是一个事实 是 那刚刚顾姐就讲到说 我也觉得是不是误判啊 因为我认为脑癌不是那么容易治得好的 我说真的嘛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你知道你是脑袋有初学 还是安座啊 还是某些压力造成了奇怪的反应 是不是 可是你说 我说是不是误判 你说 没有了耶 有次真的是开过道 那本来真的开过 开过开过 真的开 那个医生呢本来就说我是忧郁症了耶 那也检查很久才检查出来的 误判是误判他忧郁症 有一些对不同的医院 那后来查出是哪儿 开刀把那个就是癌症的部位有拿出来 对没有拿出来 因为我的肿瘤好像就是长在血管上面 那那个 打开就不能拿 没有手术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是会就是呃那会出血 大量的出血 那用那那个输血是来不及的 所以呢医生就是说啊不然就做吧就能拿的 阿比医师我是五公分嘛 对 那他能旁边能拿的都就拿 因为他整个这一个我们的脑部啊都是维续血管 是的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触碰他 也就是大部分的就没有办法拿 对对对是他就没有办法拿 所以你是真心被开过 而且医生还真的有看到那个部位就对 不过医生是真的呃医疗团队啊 我就觉得我赚到了 为什么 因为啊他一个医疗团队开我这个脑部二十几个呢 我妈在孙子专科呢 好像妈做的光阳 对啊好像妈做的光阳 这么多人呢 然后我还很开心哦 我说哇这么多人呢 他说那个他要问我说 你小姐你干嘛这么还在笑 我说我做那个健保我真的赚到了 我觉得你这个也真的不是正常的 他很乐观 那生死关头他都可以乐观 可是他也太乐观 所以我就说他如果不出来创业 是台湾苦命女嘛 你跟他说你说你可能是被打被弃的 对不对 那到底是怎么样被打被弃 你从小就被打啊 没有也不是说被打 因为呢啊 我有接触到那个日本的那一个科学家嘛 他有说过 就说我们现在的癌症啊这么多啊 那因为啊我们的那个细胞 我们从头顶到脚底啊 是60兆的一个细胞所过程的 那有274种的都同结构的干细胞 所以呢细胞呢 它是有生命的周期 生命的周期就是像说 现在大肠癌很多对不对 大肠癌就是六天哦 他就会分类一次 那他很容易跟我们的毒素 或是不良的物质结合 那再来就是现在肺腺癌的人 也很多肺癌的人 他不抽烟 他很正常的周期 我妈妈就是肺腺癌 一发现就第四期 对啊 那他也不抽烟 也很少煮菜 是三天哦 那个肺部是三天的那个细胞 他就分类一次的 那因为尤其会不是我们上皮组织的一部分 就像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啊 就是为什么都要用 要增强他的上皮组织的联膜 那联膜增强的时候呢 他这个病毒就不容易入侵 是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跟发炎这个机制有关系啦 就是他细胞啦 有固定周期 他会病变化炎啦 可是我们现在在讲你的脑 你后来再想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我不相信 就是如果你得了癌 大家都去找原因 我也觉得这个是不靠谱的 因为有些时候 跟我们先天的基因 什么也有关系 也不一样耶 就是说你没有怎么样 你也会得癌啊 对对对 所以你也未必说是去归因啦 可是真的慢慢能够从这个癌症里面 这个变好的 并不是很多 可是刚刚呢 我们在讲 就是林心底在得癌之后呢 你后来就赶快离婚了 是不是 我们刚一直说你是被打的 来顾姐你把这一段 他并没有很快就离婚 坚持的生机这段念一遍 因为他写的有一点 写的很清楚 但时间有点模糊 你说就像我的婚姻之一 对对对 就像我的婚姻 在饱受彼此功虚疼喜了解 到爱与恨 错重复杂意境 我找到宽恕的曙光 当我下定决心 把一有稳定基础的事业放下 重新投资六千万 转换跑道 重新从事健康事业时 先生大骂我 你头壳坏掉啦 你喝蔬菜汤有效 但并不代表每个人喝了都会有效 甚至为了此事 他讲的其实也没错 也没错啦 真的 也是 我们还大打出手 他痛恨我顽固不灵 用浴巾按在我开刀后的头上 拼命的锤着 算你衰运 谁叫你嫁到我这种肮 老公打完后还留下一句话 算你衰 这样能无法改变我的决心 算你衰 你老公本来就 你一直都是 其实在事业上都是女强人嘛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皮包 皮包嘛 对不对 就是要来回一直在做那个批发跟进口 对不对 没有我们是工厂 工厂 是跟老公一起的 没有 没有 也是你自己的 我们家族企业的 你是嫁这老公是安庄啊 普通公的啊 哈哈哈哈 就是那时候就是爱上了呀 他浪漫啊 像双椅做的 哦 因为很会甜言蜜 甜言蜜 那个 那他如果要走就走掉了哦 然后他回来赶不走的哦 他贵就跟 狮子座就喜欢甜言蜜 那是你个性的问题吧 对不对 那赶也赶不 那我个人赶不走 没有没有 真的赶不走 我们现在已经岔题了 对不起 先来讨论一下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这本书呢 叫做坚持的生机 那里面刚刚顾姐念的就是 顾姐你等一下再选出一段 你觉得 好 还不错的 就是很像那个 某一个电视台 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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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学的剧情 我现在认识林心底很久 我都说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然后刚刚还骂他一下 我说 其实一个男人 就是要回来就回来 赶不走 赶不走 那也是你 你宠的啊 没有 他就站在那边跪了 跪着不走 那要我还是会叫他走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个性软啊 对对 我觉得其实心底把他宠坏了 我觉得我蛮就是宽恕嘛 嗯 可是家暴者就是这样 给你扁一扁 后来就觉得自己错了 再回来跪 这就是一个常态啊 就是恶性循环 对他就是 那后来他有他有小三啊 那后来我最不能忍受就是 他又掏空公司哦 然后跟里面的员工六个搞关系 生两个小孩 然后我 你讲的是什么啊 我才是那离婚的 对 在这里 爱搭车的新书 我看到 爱搭车的女人 我看到 爱搭车的女人 你会哭到不行 我也走更远的路 对 这本更是八点打 不好意思哦 我虽然不应该加害这个被害人 哈哈哈哈 你先休息一下 嗯 你看你还没有更惨的 还没讲 你再讲完很快 生了六个小孩 有六个员工 生小孩也要时间啊 我的意思是说 中间一定有 没有他很厉害哦 你看哦 我告诉你 他跟我的秘书 跟我的秘书 因为他都是我的 skill有没有 行程都是他拍的嘛 是啊 你跟空姐一样嘛 对对 我做什么 空姐不在的时候最好 我做什么事他都知道 嗯 然后还有 还有我的管家 那我的管家他都住在我家里 他住在我家里 我做什么事他也都知道 我要去哪里他也都知道 生小孩的包括管家 对 他 你知道吗 他还用那个什么 按摩药给我吃 他们去做那一档事 我都还不知道 嗯 你有没有一点太 太大条件哦 对啊 然后你拼了命在 喂这个虾 他长得跟喜孝顺一样耶 所以你才大条精啊 没有 如果他长得跟金城武一样 我都不能容忍了 没有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主题 但是我一定要讲清楚 他长得跟喜孝顺他也要哦 管家像许孝顺一样 是 不是那你也要哦 他 我 没有 他在管家会煮饭 又做菜就好了啊 哦 你是说管家像许孝顺 不是说你前途 他老公 他老公长得还不错 但是就是说女生他都不挑 只要能够扳倒林心底的 通通都是他的助手 在他的team里面的人 对 哇塞 在你旁边成立一个FBI情报局 没有 你都要说我为什么大条精 那因为他 他那个脸啊 那个管家的脸就长得跟喜孝顺一样 我就说 怎么可能 大公司那个女职员呢 女职员那个 还有眉生的还有四个 对啊 还有日本的日文老师 哦对 然后来是跟我的 那个日本的欢利老师 因为我们日本有工厂嘛 我们就是 自己就是自己制造自己行销嘛 那他那个跟任文老师生个儿子 现在已经十几岁了 那是你在养的吗 嗯 你心底 没有他们没钱还来跟我要 他说协会不够 你可以不要给啊 对啊 那那我前公司的人哦 都叫我说 董事长你不要给啦 董事长 你这一年苦你给你了嘛 对啊 对啊 但是他现在回来求你 你也还OK 那我问你哦 其实你如果人家说 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吧 你如果是对一个人 就已经弄到这么没办法 那公司的人如果 如果污你的帐 你也这么好吗 我啊 对啊 没错啊 我就 他太善良了 我的借金我都拿给那个顾姐看 这么多 我们都没有跟人家要 他说他跟人家要钱人家 还跟他哭他又说那你还没有钱吃饭啊 他又借人家钱了 其实我们他的事业成功真是偶然 或者是产品好 那我们怎么认识他这么多久 没有跟他借过 对啊 所以打算要来跟他借 哈哈哈哈 反正不用还嘛 对不对 不是你跟他要 他跟你借都一个脸啊 这我们老早就知道啊 那你要跟他要啊 比当天还困难耶 又另外一个脸 我现在还是不要把这些事情挖得太清楚 以免今天去他公司里面 买产品的不多 但是去公司排队借钱的 哈哈哈哈 不行 我那是 我要是你的这个秘书 我就去死了 不会不会 我们现在门禁深沿 不会有人能够进到里面的 好 哈哈哈 现在很有过力 是 那回来还是要得到钱 我说钱夫 钱夫哦 没有他我们在日本开工厂嘛 然后他那时候设厂的时候啊 他就是一些款项没有给人家 可是像 像你说你工厂不是皮包的工厂 还是指蔬菜 没有 我们后来是自己制作蔬菜 可是你怪怪的 刚刚顾姐念的那一段 就是指你弄蔬菜 他还打你的这个伤口有没有 对对对 然后你还让他一起 一起去投资蔬菜的事业 他还是你的partner 嗯 他才有机会 哦不是 他是去盯日本的工厂的进度 嗯 对 嗯 他是去盯进度 因为日本工厂要有人监工啊 没有 没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 他也是好心啊 这个这时候已经家报把他赶走就好了 对对对 没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请人家那个有机工厂 哎 代工 哦 那后来呢 那日本人很奇怪 你买越多他越贵 哈哈哈 对 那对啊 日本人我可以理解 哎真的人家是买越多一辆之价嘛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日落西山啊 哎对啊木纳石要跟你要 那每年就涨30%每年都涨30% 那我我每年涨30%我们怎么做 这不可能嘛 那我们台湾人也不会接受 那后来就是 对因为他们违反了某种商业法则 他觉得你非他不可 哎对对对 他现在不会了以前会 对啊他那我们就那个我我有一块土地嘛 刚才有个这个山谷种的山谷啊 嗯嗯 那那所以呢我就把那个就是 呃就是自己把这个工厂开做养生村 然后做我的工厂 所以你后来自己在日本做工厂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可以用别的人力啊 可是你是看老公没工作 对不对 对 我就知道 他也没事做啊 可是这样他就有机 你明明知道他品性不好 又会又会搞旁边的人又会拿去 没有啊他有跟我讲说 他真的有事做他会认真做啦 然后他把工程款汇到日本去 通通老公拿走了 我讲的虽然我很狠 但我讲的有错吗 对不对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现在已经回到节目上来了 好 ok 对这个其实这个 我们必须马上这样跳一下 换一张脸 嗯换一下 因为刚刚我还在骂人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我知道他 他会太善良了 你会很生气 等一下你了解我的个性 对我当然 我真的 我真的 你是 哪会好到这样 你好到这样 你脑流应该不好 你神经应该压过压坏的地方 没有没有 我姐姐都说 叫我赶快又去台大看一看 我也觉得 哈哈哈哈 你需要脑科医师吗 我可以帮你介绍 他就说我是不是脑部没有开好 好了 我们来谈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产品做得很好 但是你人也做得太好 这样不行的 你知道吗 真的吗 他都放软头浸滚啦 有啊 啊连那个 顾姐都知道啊 没有呢 就像那个 顾姐也未必不是什么 灯头浸滚灯的 他自己也没有 我跟他是很balance的喔 没有啊 像我一向 没有我一向在做公益啊 就像中网啊 我从头做到尾 是 所以你每次公益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 我说我喝过的拿铁 就是你们的最讚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亲爱的 这个 你这样当烂好人 对烂好人 对 然后又被人家乱打 然后还不知提防 嗯 这个 这在古代已经死过十五遍了 对啊 但他现在进步了 他现在进步了 他现在进步了 他也这么说啊 真的 完蛋了 你问他他一次说吗 他说你怎么都打不死啊 打不死的 当然 对他很勇敢 神经应该有变异的地方 而且他现在还戒不倒 你知道吗 对啊 对啊 自己都很痛 自己就很痛苦 然后 所以你就跟你合作的人 或员工或厂商 必须大家要靠良心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其实在以前日本我也做过生意 他如果是好好的 他要来给我涨价 我可以告诉你 嗯 我就算怎样 为了齿风不可掌 嗯 齿风不可掌 嗯 你知道吗 嗯 我马上扬言换掉他 看谁要改过一次 可是他让当初进的机器 还有这些蔬菜汤的原料 就是独家的啊 就只有这个 这就是你没有提防啊 就是这个历史和博士 不是 因为那个太空舱 急速冷冻干燥 就独家的 转一技术 对 那他又很贵 没有 在日本没有几家可以做 可是在当时是转一技术 后来其实有那个科技的人 尤其你有那个量之后 嗯 你知道 你要培育另外一家厂商 这也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啊 不过他在日本真的很少很少 日本不是有钱 他就帮你做呢 我知道 可是你这样一直给人家 你就是都红可啊 你都红可啊 而且有时候态度硬一点 他会改过的哦 我对日本人的感觉 但是心底就是 有一些地方他就是 没有呢 我有时候就常去跟日本人吵架 真的吗 我不太认为你会吵贏 吵些什么 就是 吵一些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嗯 那然后我为什么回去开 开那个工厂就是这样啊 他说 我们的利润啊 就是一定要30% 29%都不行 他很硬嘛 那你就干脆自己开一个工厂 没有没有 那他就骂我说 你没有钱就滚回去 那我伤到我的心欸 我就可惜欸 不是有人可以卖那个经销商这种 我是供应商 应该对下游很好 对啊 对啊 那我就说 好啊 那我就 我自己 盖工厂啊 他们啊 他们那个厂长啊 厂长跟我还蛮好的 那厂长都说 那不然你去开我帮你忙 嗯 嗯 我说好啊 就这样 真的鸡眼就是这样来的 不然你去开一个工厂 所以厂长后来跳槽 嗯 对啊 嗯 那你就真的 我就跟 我很会跟日本人谈生意 因为其实他们还是一个 规则中的人类 欸对啦 比如说他跟我说是 本来5%齁 这个我也遇过 后来可能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这个 因为我们帮你遭种 我们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 我一定要收15% 然后我就来个三天不回话 怎么样 对你要跟他平衡啊 我也不怕你 对啊 我就不回话 欸没有哦 终于他过了三天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他忍不住的说 啊吴小姐我们还是照旧吧 我心里想说 你在这什么景气 你在耍什么拽 没有他 他还跟我讲什么呢 他说哦 跟人家杀架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 哇哩 哈哈 他哪有时候 他还以为我们还是他殖民地 是不是 蛤 好啦我先息怒 我不要为这个生气 哈哈哈哈 我们来讲 后来你自己设了工厂之后 这才是主题 对不对 那你后来是 等于是你所有的作物 都是从日本自然栽种的 显然你后来的研发做的 比原来这个日本 什么真空冷冻的厂商做的好啊 对啊 是不是因为你刚刚跟我讲 是高压粉末啊 还有什么 就是太空窗 激素冷冻 激进化 的确啊你的蔬菜窗变好喝了 真的变好喝 我每天早上喝 早前你也喝过嘛 对 早期是我觉得他很健康 但他没有很好喝 真的 要有点忍耐 因为他有一点就是蔬菜的那些 气味 现在没有 又香又甜 很甘甜 对 那就是因为我换了那个第二代嘛 那我就想说 要做就做最好的 最好的 那凉药苦口对不对 那凉药也可以不要苦口啊 然后可以干口 就是好好的喝 为什么一定要不好吃 所以其实你这个人又有做生意的一种本领 就是你自己不断的求心跟求进步 嗯求进步 然后你也知道要整合嘛 往垂直的上游整合 对 对不对 然后其实老天也蛮爱你的 你的确也有因为你东西做的好 然后赚到钱 嗯 哇 你也可以不要再加吗 他现在没加啊 好好好 他现在很乖 哈哈 我现在孙子就四个就很忙了 每天带孙子就带的很忙 你这样那个你的儿女 你有几个孩子两个 一个 他就生了四个哦 嗯 那这这一个 两个男的两个你的 那这一个有 平常有没有说妈 其实你真的很傻这样 哈 有没有 她没有说我傻 她说我很善良 嗯 然后人生都漂亮 还感情去弄拍 然后呢明明很聪明 还感情去弄拍 然后呢 这个 很会创业 那钱感情去弄拍 这样 对啊 我觉得是上辈子欠的 如果是我 我会这样子解读她 会比较释怀 对我不能接受 对她比 她比阿信还惨啊 就是 在我的人生里面 没有啦 我现在变聪明了 真的 你说啊 姐姐你都又直睡了 大眼要变聪明 真的欸 她们大家都说我变聪明 哪里聪明 没有她们 她们要跟我借钱都说我 我就跟她讲说我好穷哦 我真的没有钱借给你了 改天我们两个设个计谋 借借看 不好意思 还是借得到 真的很可怕 好啦 但我们今天呢 其实意思就是说 李昕迪呢 她 荷藻糖椒 哎呦 现在最新的 她还为荷藻糖椒出了一本书 对啊 高单位90% 对 这荷藻糖椒是在哪里面 在澳洲 澳洲 还是你每一个产品里面都放了这荷藻糖椒 没有 就是澳洲 就10%的 哦 那这是 她是有机的 我刚刚还喝了一瓶 我早要出门喝 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不能够跟大家说 这可以什么东西可以治疗什么 因为无论如何 这些都是食品 对 不可以违反任何的这个卫生法规 可是 是啦 她有很多的实验报告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拜拜